嗨,大家好,我是道祠 嗨,大家好,我是小黑 我們今天就是 之前我們在IG上面有一個那個 反正出門拍照也不會拍得更好 對,反正出門拍照也不會拍得更好的活動 那因為有很多人有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有把你的照片就是 分享給我們 對,hashtag給我們 然後我們有 小黑有選了一些他覺得非常有意思的照片 然後我們今天就找了其中四位 就是我們覺得這一次拍的照片裡面 我們覺得特別有趣的 然後我們就邀請了這四位跟我們用連線的方式 先上訪 嗯,我們想先 那個 就是請你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從自我介紹開始就好了 好,大家好,我是陳 那我是 目前就是一個業餘的攝影愛好者 那 目前主要 主要拍的都是底片的創作 那數位的話就是還在摸索階段 所以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玩攝影的啊? 大學的生活嗎? 其實 呃 玩的時間還不長 我大概是大三的寒假的時候 就是從我爸那邊拿到一台FM2 然後從那時候才開始玩 那其實我大學讀的 也算是 一點相關科系 我是讀設計的 那 其實以前學校也有攝影課 那時候就是 因為必修 所以就跟著去學 然後 上課也沒有在聽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 我非常可以理解 我也是 修過一門上課 上課都沒有在聽的 想辦法把它過就要 對 我發現很多攝影師都是 就是手機拍拍這樣 對 好像很多攝影師都有這樣 就是大學的時候攝影課都沒有在聽 然後畢業之後就覺得 欸,我當時怎麼都沒有在聽 對,有點後悔 所以你就是 所以攝影算是自學嗎?對不對 對,都是自學 都玩底片為主嗎? 你也是拿到這台FM2嗎? 對 就是一開始拿到這台FM2 然後 就是 就是 上網查了一些資料之後 就開始亂買亂拍 然後 就是大部分拍照都是出門 都會帶著相機 然後 拍拍朋友拍拍出門 看到的東西 這樣子 那後來 主要是後來在 大事快畢業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發起一個 就是 拍大家快畢業的時候的 樣貌的一個企劃這樣子 去幫忙側拍 然後在側拍的過程中 就是 就是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然後自己 就是明確的發覺 我是比較喜歡拍人像 所以拍比較多人 照片裡面很多自己的朋友 應該model都有自己的朋友居多吧 對,都是自己的朋友 那 你是在平常生活中 就會一直拍攝他們嗎? 對 就是 去上課的時候 就會帶著拍人 然後有時候 找朋友出來吃飯 然後也是 大家應該也都習慣 我會一直拿相機拍他們 那你 那你朋友沒有任何的怨言嗎? 其實還好 因為照片 大部分人都算喜歡 所以 所以拍得好就不會 因為他拍得很好 對,拍得好就不會有怨言 拍不好的都不會長牙門 OK了解 但我覺得也算是一個還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你在拍人像的時候 還蠻有一個自己的那種感覺 生活感 對,我覺得生活感蠻好的 生活感蠻好的 謝謝 但其實我一直 一直 就是 因為有時候 就是會翻一下自己很 就是最剛開始拍的照片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其實那時候 生活感好像更強烈 那 有時候就會覺得說現在拍的東西 會不會有點 就是 喪失以前的感覺 可是 又聽到越來越多人說 就是我現在的生活感比以前好 我就不知道 是我的定義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攝影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它其實很主觀的一個東西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這樣是生活感 那你可能會覺得那樣是生活感 所以 如果單獨這個問題 我倒是覺得還好啦 可能大家對生活的想像不太一樣 對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生活 那你自己對攝影呢 有什麼想像嗎 就是 因為你大概是拍了兩年畢業 然後就當兵了 當兵一年嗎 對 那也就是說 而且你一回來接著就是疫情了 所以現在應該也是處在一個 暫時放空的狀態吧 對 就是 因為我 因為自己現在是就是把拍照當成一種 精神忌託 就是每按快門就會有一種 手很癢 然後有點 憂慮的感覺 那 疫情爆炸的時候 就再也沒有 就是拿起相機去拍人 然後連出門去拍拍一些街拍都幾乎沒有 因為現在比較尷尬一點 對 現在就是想拍東西 然後有一些想法 但是卻沒有辦法實踐這樣 其實我從你的照片裡 我會覺得你對攝影的企圖心其實也蠻強的 是 就是會有一種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如果能夠 對於攝影這件事情 它是有一種那種 就是微微強迫感的 就是想要去 Gay到更多東西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我們看你IG的時候會感覺就是有點 強迫感 因為看它上面那個動態分類是有 有劃分成顏色 我覺得你的很可愛 就是 那個顏色有特別的含義嗎 也其實也沒有 就是 把自己喜歡的顏色放上去 但自己本身是很喜歡把東西做好分類 對 我覺得很棒 就是 我自己是一個很凌亂的人 如果你看我的IG就知道 我是一個很凌亂的人 所以我看到那時候 就是小艾有特別跟我提說 你的那個 這個藍位叫什麼 是動態的粉碑 對 就是 對 我覺得分類很有趣 包括你這次投稿的那張照片 它很像就是專輯封面 然後我剛好看到其中一個欄位 也是 你收藏了很多專輯的封面 對 就是 我會 因為自己還蠻喜歡聽音樂 所以就是 會常在現實動態分享一些自己喜歡的 或者是別人推薦我 我自己很喜歡的歌 我很喜歡你的歌 謝謝 謝謝 但想要問的不是這個吧 我想說這個 會不會 你也想嘗試這樣的創作 就是像專輯封面的那樣的照片 其實 欸 因為雖然說我現在還在就是 現在就沒有工作狀況 但是其實我在 這個空白的一年之間 其實一直有在想說 要不要 因為 我之前實習的工作室是 就是在做刊物的 那 他們 有時候會找我去幫忙拍一些東西 那後來他們也一直說 又又再問我說 我 有沒有興趣回去 對 也不是回去 就是 有沒有興趣就是 往攝影的方向去發展我的 職業這樣子 那 就是一直有在思考 但是就會 那 他就是 陷入一個困境 就是 我會不會 就是因為 把這件事當成工作 之後就沒有辦法再享受這件事情 這樣 這會不會跟你自己覺得 你現在的照片比較沒有呢 我覺得就是當你學到越多東西 的時候 或者是你越有一些 應該說任務或者是你必須執行的東西 在拍攝的時候 它多半的 你的影像可能會沒有那麼純粹 那也許那個會跟你就是自己覺得 你後期拍的照片比較沒有那麼生活感 有一點點關係在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或多或少都會是 喜歡攝影的人 在要把它變成職業的時候 會面對到一個問題吧 就是目的變得更強烈 對 對 就是它變得有一個很 正式的目的性 可能 譬如說 更想讓人家看見 之類的都算是 或者就是你要滿足資方的期待 呵呵呵 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覺得蠻有意思 如果你之後成為職業攝影師的話 也許可以再回來分享一下 對 心境上面的轉變 謝謝 那關於攝影 關於攝影上面 就是你自己覺得攝影對你來說是什麼呢 攝影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很 對於這件事情的定義 我沒有很仔細的思考 那我覺得 以最直接的聯想到的話 就是它是我現在最 就是最有熱忱去做的事情 那 嗯 或者是 感覺也越來越多朋友吧 就是 就是我喜歡拍照這件事情 當成一個對我的 一個 寄定印象 對 感覺現在對我來說是這個樣子 嗯 那你在拍了這麼多 你還去上放很多照片裡面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拿幾張照片 這張的話是 欸 因為自己其實 以前對自己拍的東西 其實沒有說到很有自信 就是覺得還可以看這樣子 那 這個的話是 之前我丟到那個 呃 底片的一些社團上面 然後就是第一次 就是受到那麼多人喜愛的照片 啊我 其實我自己擺 這個是少數 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放到網上給大家看 大家也很喜歡的一個作品 這樣子 然後也是 欸 因為以前自己的那個 粉絲啊 觸及就是一直上不去 然後也是丟了這個之後 它就開始有 有點成長 這樣子 嗯 嗯 就是蠻有一定的一個照片 嗯 那這個當下是什麼 你要不要聊一下這張照片背後的一些故事 其實也沒有說 其實也沒有說 會有一些什麼特殊的意思 純粹就是 嗯 因為那天我是 剛好跟朋友上去台北去看那個 Dekatrans的 鐵唱會這樣子 沒有 這麼好 對 然後那一天 就是前一天晚上 就是在滑IG的時候 就是有看到一個攝影師 就是他在 就是有一張照片是 他一個人在 在那個 電話廳裡面 嗯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電話廳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了 然後 真的 隔天 出門就剛好在 捷運站的門口看到 好像是欸 不然我們在這邊拍一張 然後就意外的 就 又不錯這樣子 嗯 所以他不是真的在打電話 也不是 對 現在誰還要用這個打電話 我覺得 現在叫我馬上要播一個 我還不知道播誰 我一個電話號碼都記不起來 可能只記得自己 因為要輸入帳號 所以會記得 對 現在電話號碼已經變成是 帳號的一部分 對 國中 國小 高中 欸高中可能就不會了 國中的時候可能還會去記一下 不能有電話號碼 但是現在真的完全不會去記 我要算一下那是什麼事情 抱歉 國中 我 大概是大學 可能那時候大學 抱歉 不要不要再急 最近是你剛起步的時候 對 大學的時候 OK 好啊 那我想 因為現在疫情 大家都待在家裡 我想請你分享一些 就是你有沒有最近比較推薦的 不管是電影啊 或者是劇啊 或者是什麼 漫畫什麼都可以 就是有沒有推薦一些 甚至書也可以 前陣子 就是在軍中有一個同梯是 就是拍片的 嗯 那我就有跟他交流一些電影的一些片單 然後他有推薦我去看那個 去美的一個國片叫怪胎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嗯 嗯 因為自己會多少想從電影裡面 學到一些跟攝影相關的東西 不管是靈感也好 還是一些GOD 拍攝的一些想法也好 那我是覺得那部電影的 美術設計 就是大部分都做的還蠻好的 然後配色啊 但是他就是前面 前面在影射那個 強迫症的時候 用那個比較小的畫面比例 然後到後面就是 欸這樣好像有點劇透 反正就是後面 後面他比例會恢復正常的那個電影比例 然後我是覺得他這個小隻 也就是讓我看到那種眼睛維持一亮的感覺 我覺得不錯欸 感覺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我們 那畢竟 畢竟是一個生命 我蠻喜歡有這種就是 比較偏向GOD跟運進士 你說你現在看電影 還會想從電影裡面 學會什麼GOD 很想啊 為什麼 我都想看廢片 剛好前陣子有把那個 自己二刷那個 月星交際的特別篇 我就覺得 因為他裡面 可以可以 劇情剛好有提到說 就是日本那時候疫情爆炸的時候 然後那個 就是他們 可能夫妻需要分隔兩地 就為了小孩子的健康啊 這樣子 我就覺得那種 就是他 對於 就是那個 心理狀況的刻畫還蠻真實 那我覺得就是 大家看起來應該會蠻有共鳴的這樣 嗯 不錯 不錯 所以搭箱前陣子的話 再不買實事 再搭箱前實事 對對對 OKOK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疫情如果結束了 再去 如果疫情結束的話 如果等疫情結束之後 你有沒有就是 因為 現在分了很久嘛 而且你還多一點當兵 你有沒有想去拍照的地方 或想拍的地方 對 想拍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 最第一個想去一定是日本 因為我 因為我自己沒有去過日本 然後我就是聽聽人各個就是有在拍照 朋友跟我就是 就是 不斷洗腦 好多日本到底有多好拍 你覺得已經很多日期了 對 如果說比較有跟自己有一些連結的話 是 蠻想再去一次香港 啊 因為 因為我自己 我媽媽本身是香港的 所以我小時候還蠻常去香港 但是以前都是沒有拍照的 還沒有拍照 對 對 那 上一次去已經是大概2017年 那 我是大概2019年才開始拍照 那我就覺得說 就是 如果能再回去一次用 就是相機去記錄 這個對我來說還蠻有意義的地方 的話 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想法吧 我相信這樣子熟悉的地方 你換成用攝影的角度再去看 一定會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對 我相信應該會拍出很有意思的東西 香港也是真的蠻好拍的 嗯 香港真的是蠻好拍的 因為自己有些朋友在香港 所以可能可以 做一些人這樣做 這樣 我覺得蠻搭的 蠻期待的 嗯 那我們就期待你之後 之後的分享 之後對阿 好 那今天謝謝你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謝謝囉 掰掰 謝謝 掰掰 哈囉哈囉 嗨 你好嗎 嗨 嗨 嗨 我是小黑 嗨 嗨 小黑你好 小黑是綜藝了嘛 我記得 剛剛還想說 等一下會不會聊一下 我們聊一下綜藝話題 我想說綜藝話題有什麼好聊的 唉 真的綜藝沒什麼好聊的 哈哈 綜藝也蠻好拍的啦 對啊 我有看到你們那一集啊 欸 我們剛剛還在討論說 要不要聊這幾集 好 就是說太羞恥還是不要主動提醒 還是沒想到你就 不會也不會羞恥,我覺得不錯啊 只是我覺得火車在那邊天橋蓋起來之後 你們去的時候我忘記好像還沒有蓋好的樣子 好像剛剛正在蓋好 那一次是用那個手機對不對? 對我們那次是手機 那一次真的是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我們是三千三萬齁 我已經忘記了,我自己都忘記了 用的器材比較不奇怪 比較少用手機拍接拍 你們的器材都很極限 我覺得那個已經不是最差的了 我們總是在挑戰 自己還可以用多奇怪的東西來拍照 那妮歐我想先請你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好嗎? 嗨大家好,我是妮歐 我要介紹什麼 你可以稍微講一下 你平常大概拍的類型是什麼 然後大概什麼時候接觸攝影啊 或者什麼你覺得 就是可以比較能夠代表自己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想要 介紹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沒有設限 所以我們一定要講什麼 像我就會特別強調是注重力 然後跟桃園不一樣 其實我接觸攝影大概十年前吧 但是我其實是玩很淺的 就那時候有上了兩堂課 因為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 他買了一台D50 我不曉得 老師應該知道就是有一顆 雖然是恆定框圈 可是動不動就F尖尖 考慮哪一個 17 1728 16吧 1750 1750 我們也有17 A16對不對 A16 恆定22 全世界我覺得對焦聲最尖銳的一顆鏡頭 那個應該是很多人入門的 對 可是我覺得很好用 雖然就是一直跳F尖尖很不爽之外 那也是我當初最早的一顆F2.8恆定的鏡頭 我也是我也是那一顆 我那時候是配Canon 我那時候在用什麼50D 我配你控D80 大家都講出一些很老的相機品質 大家還跟得上嗎 完了完了 現在人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了 哎呀都是古董啊 OK 所以攝影對你 攝影的話對你來說是興趣嗎 只是一個玩票而已 那時候因為我是做平面設計的 所以Photoshop會比較熟悉 但是Lightroom啊 如果檔上寫我都不懂 然後所以就只是一直簡單的玩笑拍一下 然後一直後來手相機也壞了 然後一直到三年前的時候就是那時候出了一支手機 叫Google Pixel 3 那時候就是大家都知道那種 就是大家都在都在封台他的照片 對攝影工而已 對然後我就買了一支 然後就覺得歐歐欣為天人 怎麼現在科技變得這麼進步 然後就拿來拍拍拍拍然後就開了這個 我現在用這個Lightroom的帳號 後來就有個論壇 這個名字可以講嗎 就是某某論壇他舉辦一個試用的活動 然後就建立台A73萬兩個Define 然後寫一篇新的文這樣子 然後如果OK的話就送你一台 然後就一試用結果去走吧 糟糕回不去了 所以你就得到一台嗎 沒有就沒有得到 糟糕就是沒得到 然後就自己買一台 我就回去求我老婆 最後可以買相機 就是我未來三年的生日禮物 就是這台相機 直接預知三年 回頭想想會不會只是一個促銷手段 我覺得有被框樹的感覺 其實我不去講 就是我當初會跳Sony的第一個點 也是因為那時候Sony借了我一台A9 他也是借了我用了兩個月 然後我還回去之後呢 就是稍微想一下 就買了一台A9 對 所以一切都是陰謀 是不是 你看各廠商對不對 多借大家相機 借完之後自己就買了 好像失去了什麼 他們對他們的產品有信心 對啊 因為還回去的時候 覺得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只好把它買回來 真的會有這樣感覺 我覺得好像有點失落 每天平常帶出去的東西 怎麼突然不見了 然後就回來用手機拍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覺得那個 落差感就出來了 對啊 你覺得手機的拍照跟相機在拍照 對你來說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最大的差別 我覺得是晚上 因為晚上的它的感 就是高ISO下的那個 氛進度差很多 對 然後再來就是膠段的問題 嗯 膠段的受限 不過手機真的是方便很多 而且在不管是接拍什麼 你的創作好像蠻多是晚上 你的創作好像蠻多是晚上拍的 你的創作好像蠻多是晚上拍的 對 因為我只能上 下班之後 下班之後拍的 就當作運動啊 就是出去 吃飽飯 然後跳個地方 然後就去那邊邊散步邊拍 大概一兩個小時 都是 在中壢比較多 對 因為太遠遠遠的去 蠻多厲害的攝影師都是在家附近 我以為你要說蠻多厲害的攝影師都在中壢 還是中壢 在家附近拍照 對 像我 那個我們頻道曾經有訪過那個 就是 黃柏文 他以前也是因為上下班的關係 他都在那個 就是上下班的路線上面拍照 嗯 我覺得好處是說 我自己覺得好處啊 就是 因為如果說你到一些比較特別熱門的景點去拍的話 你常看到人家拍的東西 你就會有個既定印象在你的頭腦裡面 你就會想要去抓他的景 嗯 那我們去我們家住的附近的地方沒有什麼大景 因為都是陌生的地方也不是那麼熱門 就可能也不會有人 對也不會有人 然後就沒有辦法去參考人家的作品 就會自己比較會都花點心思去思考說 你的鏡位要怎麼擺 然後畫面要怎麼呈現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就像剛剛那個你有提到的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都去一些很多人拍照的地方 因為尤其是剛開始學攝影的人 都會覺得我應該要去跑一些 比如說拍日落 台北就去大道城 然後拍夜景就去101那個 新一路天橋那邊 那你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有太多人在那個地方拍照 所以你隨便Google就會有一大堆構圖的照片 你腦中就會有那個畫面 所以你一站到那個地方 你就覺得我好像不拍不行 我好像非拍這個角度不可能 還是會拍啦 但是就不會當作是自己的東西 我自己啦 對這個其實也蠻多攝影師會提到這件事情 那就是所謂的Google圖片 就是當你今天拍照片 跟你Google出來的照片都是一樣的時候 那你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就變得比較薄弱一點 但當然我覺得 我是像 我當然覺得那是一個可以 不會不會不會 我當然覺得那是一個很好 可以練習自己攝影方式的一種 就是人家為什麼會這樣構圖 一定有他的理由在 即便是每天是上下半路線 可能景色大致相同 但裡面的人事物可能會相當不太一樣 那關於你那個風格 我們就是有看一下你的照片 大概發現你在2020年中間的時候 開始改用現在的風格 哇你們看那麼遠喔 對 小黑超認真的 我就是有這個屁號 奇怪 有點變態變態的屁號 那為什麼會 從原本的風格跳到現在 你比較喜歡現在的這個風格 那我先看一下2020年中間 我的照片長什麼樣子 因為說我覺得原本的顏色再更多一點 對對對 然後你現在的 因為你現在顏色碰很單一嘛 就是有一個比較像黑白照片的感覺 對 就偏棕色的整個氛圍 然後在 剛才會講 在2020中之前 其實還有比較多的顏色 其實已經往這邊走 但是那時候顏色還是比較多的 所以也許更之前應該 應該不是一開始就是這個樣子嗎 一開始不是 一開始也是像比較大眾的 就是先飽和度能夠多高調多高啊什麼的那種 所以我想請你分享一下就是 你在做這個轉換的時候一些想法跟心情 主要是一開始都覺得說自己 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其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參考 然後但是看多人家的東西就會想 比如說像美國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攝影師叫Bleeding 跟Nick Meekers 他們兩個的風格就是有點美式一點的 他們的角度很低 然後比較有一點 那叫什麼 去電影風格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想要朝那種方向去模仿 就是他們的照片你會覺得很柔 他們沒有那麼強的對比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我會覺得很舒服 我希望我自己能可以再做出來 比如說拍張照片修完的時候會讓人家覺得看起來是舒服的 不過還沒有做到 我希望可以有這個就是慢慢調整 對啊 那暖為什麼會選擇比較偏暖的色調呢 是因為你自己比較喜歡那個顏色嗎 還是 我從小就喜歡暖色 看到人家修的顏色調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漂亮 可是自己修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滿意做 乾脆就放棄這樣子 那我知道就是應該 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像 指頭老師小博弈的方式就是 依照不同拍照的風格 去用不同的色調去呈現這樣子 可是 我覺得這倒沒有一定的答案 因為包括攝影本身就是一件取色的器 對啊 我覺得沒有什麼 這個沒有我覺得這沒有對或錯 這完全是因為 他就是 對這是喜好 如果今天 對我來說 如果是商業攝影的話 當然我可能會有業主的 對 會有業主的喜好 對對對 所以我必須要去做什麼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東西的話 當然是我開心怎麼做 就怎麼做 近期的照片來說 你有特別喜歡的作品嗎 就是我來投稿的這一張 對我看那張照片 嗯 也是蠻保佑你自己風格蠻強烈的 就覺得現在小朋友好可憐喔 因為現在都關在家裡啊 我覺得你是你自己心裡的投射 我 對 這段時間 因為現在疫情嘛 就大家都在家 你有推薦一些那個 就是可以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不管是電影或者是 你就是你自己特別珍藏喜歡的 電影或者是劇 劇之類的東西嗎 我最近看了一部日本片 我覺得還不錯 他的片名叫生存家族 然後我覺得他的題材蠻有趣的 對 在Netflix上面找得到 嗯 然後 畢竟大概就是描述說 如果有一天就是日本完全失去電力的時候 都沒有怎麼生活 就有點類似 末日的那種片 蠻有趣的 嗯 但是他 少掉了 就是末日 大家都會提到那種血性暴力的部分 因為大部分的這種電影都會強調什麼人性險惡啊 就是互相猜忌攻擊之類的 對 最最恐怖的地方還是人類啊 這種東西 但他這部電影對這一塊的沖沫很少 然後就是最血性的畫面我覺得可能就是 就是全家人在殺一隻豬 這樣子 就是這樣而已 OK 然後 然後 Mastershift等級的血性 對 然後 所以他血性程度比格力廚房還好一點 我覺得啦 他有去挑戰一些我們比較習慣的那種價值觀 比如說 很多東西比如像是自來水啊 電器啊 可能就是這些東西被拿掉的時候 可能我們覺得原本習慣的生活 他還會是生活嗎 我覺得還蠻適合這個時間點 而且蠻貼合格式 對啊 現在這個時間點 對啊 我覺得大家觀眾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去找來看一下 就是想問你就是 如果疫情結束之後 就是你有特別想去的地方嗎 因為現在大家都幾乎不太能拍照 那如果當這個狀況結束之後 你們第一個想要去拍的地方 然後有沒有特別想拍的題材 我覺得可能很難 還是沒辦法從工作上面抽身 但如果真的疫情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的想法是更新的 應該是一樣的 是新的時間出現的特學 然後去往日本 我們就在挑戰這邊 會不會還所有人都收拘 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個了 感謝 那就感謝牛今天跟我們分享的東西 謝謝大家 掰掰 那個稱呼你用安居對嗎 沒錯 嗨你好 你好 我是道慈 我是小黑 你們好你們好 講完我是道慈我是小黑 感覺好像講個什麼團體名中的感覺 我們是 欸什麼沒有啦 好 那那個 因為今天就是我們都是跟 就是網友們連線嘛 那我想先請你跟觀眾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呃好 好啊 好 沒有選項就是要 嗨我是NG 我住台南 台南疫情現在還好嗎 呃現在還好 但是就是怕那個連假過後 不知道會 現在有感受到很多人下去玩嗎 回鄉回鄉 我沒有看新聞欸 然後因為我也沒有出門 所以我不太知道 可是有時候會看到網友會分享那個 好像 這是車流很大之類的 哦對啊 所以我們還蠻好奇說 現在南部會不會有那種 就是還是像一般的連假一樣 湧入大量的人那種感覺 我是不敢輸去 所以我不知道 結果是關在家裡 很明智的選擇 對啊 我就想說我就待在家 也不錯 還可以嗎 大家都自有隔離中 對 很多人已經很多天沒有看到天空了 啊真的假的 好 那欸 那你可以稍微就是分享一下 你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攝影 然後目前就是平常都在拍些什麼東西嗎 啊 我是大概我是10年前吧 11 12年前是大學的時候參加攝影社 開始接觸攝影 嗯 然後我大概都是拍生活 生活隨拍 然後還有 呃 愛情故事 嗯 就是比較最近婚紗 但是比較Cajule一點那種感覺的嗎 對就是 沒錯 嗯 就是婚紗但是 不是Cajule一點 哈哈哈 是佛彥克的婚紗 嗯 了解 對對對 因為IG帳號幾乎都是比較偏就是生活的紀錄嗎 嗯 對 因為我我是分拍 看起來好像比較偏底片是嗎 嗯 對 我現在主要都是以底片拍 所以不管是工作的或是你自己生活都是用底片為主這樣 嗯 對 可以分享一下你都用什麼器材嗎 都用你控的相機 然後 比如說你控FM3A 嗯 你控F100 你控F3HP 嗯 然後 有時候也會用120相機 然後是用 Centax 645 嗯 對啊 然後也喜歡拍拍立等 所以有時候也會拍一下拍立等這樣 那為什麼沒有考慮用數位的相機呢 呃 我以前工作的時候有用數位相機 就是 我之前工作的時候是 那個婚 婚紗 婚社這樣 嗯 然後所以有用過一陣子 嗯 對啊 但是 重新 重新開始 嗯 就重新再 回到底片的懷抱一下 就用底片來繼續下去 對啊 就覺得很好玩 而且 覺得是這個 這個階段能這樣做 將來不確定能不能 所以想要 因為現在還買得到 還買得到底片 嗯嗯嗯 對啊 現在都還算 一曲得 至少還算 至少還是買得到的 你出去如果出遊會帶多少底片吧 對 這種感覺 出遊會帶多少底片喔 嗯 就是看心情欸 就是看 看心情 有時候看欸 那個去要去的地方有什麼東西 是你覺得很想要拍的 那你就可能會選那個ISO的高低這樣 嗯 然後如果幾卷的話就 看當時的 想要想要多輕便 不一定可能 不知道欸 一到三卷 嗯 因為像是去遠一點 可能帶五卷還是什麼 都有可能 出國的話 會不會這樣就很麻煩 喔 有那種防那個X光機的那種袋子 可以買 喔 對對對 就可以裝在那裡面 然後就 可以保護它 不會讓你的底片先曝光 到時候不能用這樣 聽起來裡面還可以裝其他東西 沒有啦 他還是找得到 他還是找得到嗎 他只是不會曝光 OKOK 我 到底想 到底想帶什麼東西啊 那自己平常生活水拍的時候啊 有一些比較那個 特別喜歡拍的東西嗎 特別喜歡拍的東西 生活水拍的時候 我覺得我就是 我的家人欸 就是我老公啊 還有我們家的貓狗啊 就是我一定會拍的 然後 其他東西 就是 就是外面逛到什麼 看到什麼 喜歡什麼 然後就拍什麼這樣 比較接近是這樣子 那你因為你剛剛有說嘛 就是你可能以前是 久在做婚社 所以呢 然後後來才開始 嗯 就比較偏向可能 就是自己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所以就是走 往底片走 那在這兩個階段下 你覺得 攝影對你來說 有什麼比較大的差異嗎 我覺得以前 以前那個工作的模式 比較執著於照片的章數 嗯 應該是說 不是說完全執著 但是就是有一些 工作上的需要注意的小細節 例如說章數 例如說後製等等之類 嗯 然後那些小細節 有的時候會真的影響到 整個拍照的 主要要走的方向跟本質這樣 嗯 當時是讓我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越來越偏離我一開始喜歡攝影的原因 嗯 然後後來自己做了之後 我覺得 它就是讓我越走 越 越朝向自己認為的 認為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該記錄到的東西 不是該記錄到的東西 你說能感動到你的東西是什麼 嗯 然後可以真的自己在那個當下 然後把那個東西保留下來 嗯 我覺得是這個方面的落差 因為拍的是新人嘛 所以新人有結婚 有經歷過那些生活上的轉變這樣 嗯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也有走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知道我如果身為一個新人 我會想要什麼 你要的是什麼 我會覺得我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還有對我來說真的很棒的照片是什麼 對我來說真的很棒的照片 就是我平常幫我 幫我先生幫我家的貓狗 幫我的家人拍到的照片這樣 然後我會覺得這個視角是很珍貴 然後留下來的東西不多 也不用多 嗯 但是都有起意義這樣 所以我也會希望說 我在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你想要帶給別人的照片 也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嗯 對 沒錯 因為我覺得就是你的照片 就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直接去拍攝那些 你覺得你應該要拍攝的東西 不管是婚紗也好 就是可能像愛情故事也好 或者就是你自己生活上的照片也好 我都覺得他就是非常像你直接 你的視線看到的東西 然後你就選擇 就是把它拍下來這樣子 嗯嗯嗯嗯 好像是耶 我看到你投稿的照片 是那個黑貓的照片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這樣照片 喔謝謝 我也是覺得很喜歡 那張蠻棒的 那黑貓跟黑狗是非常難拍的 那你拍自己家的黑貓 你有什麼訣竅可以分享給我們 那個訣竅就是說 有的時候不要把他執著 把他拍清楚 哈哈哈哈哈哈 就黑就黑吧 就是看不到就看不到 就是有的時候你讓他 他如果是有一個形體 讓他流成一個一個形狀 液體是不是 的話 就是貓的貓的眼睛 對 對 對 要不然就是 帶燈啊 就是拿燈在旁邊照打拍 不知道腦中有種在把貓曬乾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那最近 你最近拍的照片 有一張我們都還蠻喜歡的 就是那個 就是好像是底片有碰到水的 那一卷 台東吧 台東的照片 台東的照片 喔對 可以聊一下 聊一下那一組照片嗎 那個故事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剛好是 我想要從花蓮回宜蘭過年 因為我是宜蘭人 然後我就騎車載我們家的狗 然後就過那個 什麼路去了 蘇花 然後回去宜蘭 對 然後 所以一路蠻長的 就是中間看到很多你看到的東西 就會停下來拍一下這樣 這隻狗好帥喔 騎機車吧 騎機車載著狗 然後走蘇花回宜蘭 那個整個都有畫面 很帥 對 而且是Vino 是小小台黑色那一種 還是Vino 還是50的 對 而且還有POMO 哇賽 對 對啊 現在想起來覺得 那個狗真是辛苦了 我心裡想起來 我的狗騎好久喔 對啊 他大概騎20公里就錯了 站在處上 好 反正就是 對就是一路上這樣拍拍拍 因為也沒有特別 就是覺得很漂亮啊 然後所以就拍 然後就 就中間就有遇到下大雨 而且好像不知道是一次還是兩次還是什麼 因為我那底片放了一陣子沒有拿去洗 因為都淋雨泡水了 就是放在口袋 然後那個外套整個濕掉 然後就包在裡面這樣 然後所以 過一陣子之後我就拿去沖 結果 拿去沖掃 給人家洗底片這樣 然後洗完回來以後就有那個水痕印在上面這樣 就覺得哇 也太慢換了 我覺得很美 嗯 很像行星 就是把魚帶回家 把魚帶回家 而且他剛剛說他都放口袋是真的 都放在口袋裡 怎麼這樣說 因為你 沒有啊 之前剛剛小黑問你說 你出去怎麼看那些東西 你不是說放口袋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都放在口袋裡 要有拉鍊的喔 要不然你彎要什麼 就噴了 會噴妝 對 那近期有沒有哪些照片是你自己比較印象深刻 想要跟他分享一下的嗎 不是我要怎麼告訴你們 在IG上嗎 對 那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 我看我猜不猜得到 在前面還是什麼 好啊 第一排的第二張 你說 那是老公嗎 這個有需要猜 對 然後背上有貓嗎 對啊 這是我老公跟三隻貓 我們家有三隻黑貓 然後 然後 基本上就是會分不太出來 誰是誰嗎 然後 所以連你們也分不太出來是嗎 我就大概花了兩年吧 有時候就是 就是要他先有一些行為 那會判斷說 應該是因為兩年有些貓有味道 有些沒味道 所以體型上出現差別 對 就是他可能 對就是他這樣一閃過 可能不會知道誰是誰 但是所以你就會常會覺得是一個 有一個幫派在那邊玩 對不起我想岔提一下 我想岔提一下 為什麼會想養三隻都黑貓呢 第一隻養的時候就是領養 就是 就是剛好領養到黑色 然後另外那兩隻是我以前的同事撿到的 然後他那時候撿到的時候又是黑色 然後又 我又帶回去養了 所以就剛好三隻都是黑貓這樣 命中注定 對 的幫派 對 就是每次要餵他們 就是 要餵他們吃飯的時候 都是我老公負責嘛 然後他在餵他們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就是那個畫面會給我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因為貓 貓是一種你沒有認識 或是你沒有養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們很冷 很 你會覺得他們有人性的動物 這樣 可是就是慢慢跟他相處 你發現他每一個有自己的獨特的個性 然後每一個有自己的習慣 然後還有他們會就是這樣在老公身上走來走去 所以他們會有他們自己面對環境的方式 跟覺得哪個東西是用來做什麼的方式 像我們人的肩膀可能他是計程車還是什麼 就是可以移動到下一個地點的交通工具 對 所以看到他們這樣子做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們家是一體的 就是我們我們我們身體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有在用 然後貓也有在用 我們有共用 然後所以覺得那個感覺是很親密的這樣 嗯嗯嗯嗯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這樣子奇妙的移動方式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很喜歡那個旁邊的標語 就是什麼時候不拍貓狗沒有 對對對 對啊就是隨時都在拍他們 這種這種我覺得也算是那種戰術會很少 然後但是自己會覺得很喜歡的 嗯因為這個跟你自己的連結性很強 對啊 但是可能外人在沒有聽到這個故事之前 可能會覺得這就是一張 就是喔三隻貓聚在那裡的照片 對 對但是自己看的時候自己會知道那個 那個感動在哪裡 可是別人 你就是還好 哈哈哈哈 這就是攝影師自己的故事吧 嗯 所以我們有些東西才會 對啊才會特別去描述 就是因為可能有些東西 其實真的是沒有辦法直接靠單純的影像去講述出來的 就是自己生活的體驗吧 嗯 推薦一些你特別喜歡的電影或者是一些影集之類的嗎 喔有喔 有一個是叫做那個 是那個Netflix上面可以看到 嗯 他 他中文叫做飆風不歸路 飆風不歸路 飆風不歸路 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 是飆車的飆 飆車的飆 所以是在 他有七季 喔七季喔 喔那真的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最新看的 哈哈哈哈 可以大概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內容跟吸引你的地方嗎 可以啊他是他是他很久他是蠻久以前的影集 然後但是你看的時候不會看出很明顯的年代感 所以還好 然後他是美國西部的那個騎那種重機的那種飆車族的故事 就是他們怎麼樣從一個小小的那個小鎮上的幫派 然後慢慢變成跟黑幫合作 然後慢慢怎麼樣 然後跟那個警方怎麼合作 然後又變成 又變成請中的那個糾葛啊等等之類的 就是戲劇張力很強 然後每一集都會給你伏筆 所以你會想看下一集 都會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的那種感覺 沒錯 然後你看了以後你會覺得外面事件有一點危險 不要出去也是好 所以這就是 幫助大家宅在家裡的一個很好的劇 你一次看一大堆好了 一天看個四五集 也還是有七季吧 現在看的話也還是可以看到月圓 他的級數總共有九十二集 他算是以量取勝 對 量還有他的那個戲劇張力夠 就是看到後面會覺得 天啊那種折磨人心 可是你被折磨你會覺得 還是很想繼續看下去 那我剛才聽到你說那個飆風不歸路 我一直想到你騎小五十載人家購 對 真的啊 沒有到不歸路啦 不過那個我覺得那個如果當下有錄起來 應該也是蠻浪漫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部耶 你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叫勇敢的安妮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他跳出來但我沒有點過 我之前一開始看他跳的時候我也覺得 好像不是我的心 可是我看到蠻多人推薦的話我就看 然後一看就覺得很好看耶 就是劇情很好看 然後他拍得很好 裡面很美 然後跟那個飆風不歸路是不同路線的 對 這是一個很善良的 讓你會覺得很有希望 然後有心中燃起熱情的一個那個 就是飆風不歸路看看覺得太黑暗的時候 建議我看一集飆風不歸路 看一集安妮這樣看下去 這樣可能會很錯亂 是不是 欸 我覺得有可能會錯亂耶 最後可能要就醫 可是我們現在不能 現在不能就醫 所以還是 大家還是一個看完再看一個好了這樣 我覺得看什麼東西時間過最快 就是看鬼片 不會有什麼 你不會有什麼陰影 反正你就是被嚇一下被嚇一下 然後因為你那個精神很集中 然後時間就會過蠻快的 促食血液循環 就是如果覺得最近好像吃的比較油一點還是什麼 沒有運動 換一種方式邪育循環 對 讓你的邪育循環一下 好像也是一個大家在家 有欸我覺得可以 對 沒有辦法運動的時候可以靠著這個方法 調整一下自己的代謝 可以啊 還有那個心跳給它加速起來這樣 那等疫情結束之後呢 有沒有特別會想要去拍照的地方 之前疫情開始前 其實我有要去台東拍照 就是有那個 對 有要去台東拍照 然後所以 就是很期待了很久 結果就必須要取消 這個我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我還蠻期待可以去 對啊 台東有推薦一些景點嗎 蠻推薦丁倫的 丁倫就是有 有溫泉 嗯 嗯 然後是一個小鎮 嗯 對 就是很單純 在那裡散步 可以去泡溫泉 它是不是蠻接近多樑 那個地理位置我也忘記了欸 不過接近多樑是沒錯 多樑就是有那個 可以看到那個鐵軌 然後後面是海的那個 多樑車站 對對對 多樑車站 那個是蠻 蠻觀光的 所以也可以去看那個 那個也很漂亮 可以去看 然後就進來在那邊 放鬆這樣 感覺可以待 那邊好多溫泉旅館 感覺可以待一晚的那種感覺 對啊 沒錯 好 而且有一個步道叫做進水營 進水營步道是可以從屏東 走到台東 從屏東 喔喔喔好 你對建築 動輒都要這麼遠了就對了 又是騎車 騎車衝速的話 又是走路從台東走到屏東 那個走過去 路程不難 但是比較遠而已 然後你走到那邊 所以你就可以真的可以放鬆了 推薦給觀眾 希望大家可以 你沒打算拍對不對 我們也要拍嗎 我們也要拍吧 我是想說希望這 拍這個企劃說我不在了 對 那希望大家觀眾有機會去的話 記得分享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讚喔 非常的好 好 那就今天就謝謝安君 就是跟我們線上的聊聊 那未來就是如果等之後那個疫情結束 結束有機會去台東拍照的話 那就再期待你跟我們分享台東那邊的照片 嗨 嗨 嗨 你好我是道子 我是小黑 我是NK 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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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團體名稱要出來了 好 因為我們那個現在是節目嘛 那我想先請你跟觀眾稍微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自我介紹 那是啊 不然大家不知道你是誰 還是你覺得大家應該都不知道你是誰 還是你覺得大家應該都不知道你是誰 不知道 抱歉不好意思 謝謝 我是NK 就是 就是NK 就是NK 算是有在自己接按個攝影師 可是沒有到就是頻率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如果到時候如果要就是欣賞作品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我IG的那個分類比較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嗯 所以如果有啊之後有想要欣賞作品的話就是可能要再麻煩大家自己就是照一下 我覺得分類蠻清楚的 我看你minecraft的那個分類 minecraft的分類很清楚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小黑 因為我們這一次這個活動有部分小黑選的 反正小黑要找編歌 然後我看到編歌我就把編歌劃掉了 哈哈哈哈 因為我想說那個對啊就是編歌要另外處理 對 然後小黑就說那這個可以嗎 我看這個人好眼熟啊 這個NK嗎 沒有沒有就是那個就是我們會挑N門別類的 各種類型的啦 我們這次挑那個照片我們有挑不同類型的照片 嗯 然後 了解 我會把編歌劃掉 這樣子好像是你知道我先選他 我沒有先選他的 只是因為原本 我常說播度跟編歌很熟 我這個應該比較豪放 我要先挑比較豪放的人 我倒不是作品的那個喔 你現在想圓什麼嗎 哈哈哈 你講幹話而已 亂講通 好 那那個我們想先就是請NK跟我們聊一下就是 那你是大概從什麼就開始拍照了 嗯 拍照的話我大學其實就好像就有單眼了耶 然後那時候是去北歐玩的時候 有就是有想開始拍風景 就是非常業餘的那個就是一般人 我是在輸出店就是工作 然後就是那個那個地方 我們一樓有展覽 然後就開始接觸就是一些攝影師 他們就是有一展是李一仙的展覽 那時候認識 對 那時候才認識 然後因為他的作品算是 就是因為我們每一檔的作品 其實幾乎都是比較攝影學會的老師 那種感覺的 然後他的風格在那個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就是覺得很特別 突然跟大家都不太一樣 對對對 就是非常突出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開始看他的作品 就才知道說就是街拍的這個攝影的類型 所以後來就開始試著街拍嗎 後來我是到那個 因為一直在推薦別人 後來我是跟就是到跌倒那裡工作之後 然後才開始就是有開始拍照 就是 因為可能很多觀眾不知道跌倒 就是台中的木暮攝影棚 其中對一個很厲害的婚紗攝影師 在跌倒之前我有拍 那時候好像蠻熱忠於拍獅子吧 然後後來開始拍 跟跌倒的時候才開始拍就是人像 就是才拍截圖人像對 那你覺得拍獅子跟拍人像有什麼不同 獅子比較可愛啊 對 你覺得獅子是真的獅子還是貓啊 獅子真的獅子啊 獅子真的獅子啊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在說那個拍獅子 對對對 我那時候很瘋狂欸 那時候一直去動物園 去那個動物園啊 什麼溜浦村就是拍他們 不錯欸 那所以你沒有去到非洲 哦 你們那個 你們不是等一下 會問說等一下那個 好 疫情結束知道去哪裡就是非洲 就是 凱雅嗎 看大千奇 那我們直接先跳到最後那個問題 疫情結束之後你是想去肯亞是嗎 就是很想去啊 可是聽說那裡好像很難 就是一定要跟團 對一個人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對 然後我自己的學長是比較推坦桑尼亞 如果跟肯亞比的話 因為如果是動物大千奇的話 他剛好會從肯亞跨到坦桑尼亞 季節不太一樣 到時候你可以再研究一下 對 因為那也是我很想要很想要去的地方 那你什麼時候要去 我其實本來應該 原本照原本的計畫應該這兩年就會去 但是因為遇到疫情 真的喔 但現在應該就是2024以後的事情了 全球現在的狀態 那你們團隊也會一起去嗎 你們團隊也會一起去嗎 看他們到時候賺了多少錢 要看我們的訂閱數 我們看訂閱數值班 要看 我們現在一個月可以賺三千塊 然後要買張機票的話 大概要做兩年 才可以買一個人的機票 對 所以我們看他們爭不爭氣 那到時候我也要去 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一起拍獅子 OK 那我們現在趴回來 不是我們現在可能只在六浮村時間 對對對 我們可以先從六浮村挑戰一起 好我們先回來 那你開始就是後來就開始拍人像 那就是拍一些身邊的人嗎還是 有拍身邊的人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們工作室樓下是就是髮廊 所以也有拍就是那時候我一開始接觸到 比較算是最商業的就是拍他們的那個就是髮型 髮型的那個照片 對對對 那時候從那時候到現在都一直覺得就是引導真的很難 對人像攝影來說對你來說比較困難的部分是引導 就是想要跟他聊天 可是我又沒辦法一心二用就是跟他聊天 然後又想說等一下怎麼拍 那你自己到現在因為你現在其實已經拍了一段時間了嘛 那你自己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你克服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好像都是看當下的那個狀狀拍 就是跟他互動之後的那個感覺 然後再去調整 對好像都到後來好像都會是比較抓就是瞬間去拍 反而不是說就是引導好像是看類型 就是看那個譬如說如果是拍比較解針全家福那一種 親子那種就是可能甚至要抓瞬間 那如果是拍比較是想要那個拍的比較白拍類的話 才會真的要思考說他的手可能要放在哪 或是說他的眼神要怎麼看這樣子 因為你也是有蠻多棚內的作品 因為棚內的話感覺這個東西會再吃重一點點 你近期的作品來說你有比較自己有比較喜歡的作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昨天有發 就那一組嗎黃色洋裝的那一組 對對對 那你可以聊一下這組作品的可能想法或者是一些拍攝時候有趣的事情嗎 拍攝的時候我們那個去的地方是在台南就是那個頂頭二 好像最近這一兩年滿滿紅的 滿紅的滿紅的那地方很酷超級好拍 對我那時候拍的時候當下的當下是沒有人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就是是真的完全沒有人 這一點是還很棒 然後那一天去雖然沒有人 可是就是風超大就是大到是我們的東西如果沒有顧的話直接飛走了 那個造型師當天有去剪就是其他道具 我跟你講跟我說造型師已經被衝走了 現在可能還是現在還在海上 就是大家都很狼狽所以那一組其實我現在看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只是當下真的真的是覺得說死定了 就是大費周章來到這了然後帶了一堆東西 結果其實真的很怕他全部都摧飛 那個地方其實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很多時候風都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有要去拍照的話其實要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如果你的造型譬如說你今天也是拍人像 然後你的造型是就是那個頭髮非常空氣啊 然後就是有很多很輕那種鬚鬚之類的 我剛以為你要講說你的造型是要選擇跑快一點 還是要對事實會就是抓住地面不會被吹走 沒有就是如果對有些造型可能很容易被風吹爆的 那個地方就一定爆 這一次我覺得很可愛 那你在設計你在設計這些東西的時候啊 你有一些就是靈感來源或者是想法嗎 上網看到一些我喜歡的就是是 因為我裡面是有用壓克力嘛 就是壓克力的那個那個板子 但是網路上我看到的就是它的壓力比較大 然後我那時候訂的時候我不知道來的時候 只是會這麼小 你有看池車嗎 我有我想說可能可以就是試看看那個大小 結果沒想到你想想的小 所以所以就當機立斷改變你原本拍攝的想法 對對對對對就是其實是我看一些作品 然後有把他們裡面的一些我自己喜歡的元素就是抓進來放 因為我看到你這個照片我第一個直覺的反應我覺得很像一個蛋糕表面 就是擦了很多脆片啊跟那個那個肝子很像脆笛書之類的東西 小黑覺得不是 我在等他還會接受 我沒有我只想先講到我讓他吐槽我吧 我其實就是我本來預計我本來是預計就是一個女生在撒火睡覺 或是夢遊的那種感覺 當天因為是陰天所以其實那個壓克力板沒有什麼效果 你本來希望他是有點反光嗎還是 我本來是希望他立在旁邊的就是第一個是風很大嘛 他立不起來就是我們他進去他就馬上被吹倒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發現都是只有在很短暫有陽光的時候 就是他的那個顏色才會反到他的那個臉上 反射的顏色對所以其實就跟預想不太一樣 對其實跟預想有點一點點落差 但還是還是蠻好看的啦我自己覺得 那你可以聊聊食物拍攝嗎 之後我們會會找邊哥來好好的聊一下 你也跟邊哥一起拍照一段時間嗎 那有沒有一些就是你覺得在拍攝食物上可能一開始你完全沒有想過 但是呢因為這段時間的可能耳濡目染之類的 你產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一開始真的就是跟一般人覺得食物就是放在桌上 最熟悉的方式應該是直接就是TOP就是輔拍這樣 就覺得說喔這樣子就很好看 就網美網美拍法什麼都由上網下就OK了 我以前我以前有中間有一段時間也是很喜歡就是這樣拍 然後後來發現就是其實就是要看食物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食物是45度角沒有辦法拍到沒有辦法看到整個他整個面貌 的時候你在用就是輔拍的 他的道具的擺放還有那個布 尤其布超難放的 因為布還有摺疊的問題還有一些陰影的問題 摺痕然後他的高度就是有時候他的高度或摺痕不好看的話 真的你就是會為了一條布弄超久 我們很常就是為了布就是在那裡就是弄半天 喬了很久 但是這個都是一般人可能在看一些攝影師 看一些食物攝影師在拍照的時候 直接看作品的時候可能不會想到的事情 完全不會知道就是這些東西這麼重要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旁邊的那些小細節處理的事情最久 真的有沒有一兩招式可以跟就是對於拍攝食物攝影完全不熟悉的新手可以分享的 我覺得畫面中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要擺什麼的話 你可以擺就是你譬如說你廚房或是說這道菜大概會配什麼調味 就是放在那邊 譬如說如果你是你是有 譬如說我先拍一個金子洞 就丟兩顆蛋在旁邊 然後再抓一隻雞 趁他還沒掙扎逃走的時候 你的蛋也不一定就是都要完整的 你也可以有 一顆打破 然後一顆復化到一半 我最近發現了 就是他們很喜歡在譬如說一碗裡面是很多是一些完整的東西 但是他會有一個掉出來 或是一個是碎掉的 不會太多 不要那麼工整 就是他會特別放一個東西在外面 就是讓你可以跟他說 就是有這個 但是你又不會太妨礙到整個畫面 就畫面還是會以那個主角為主 但是旁邊就是會有這種小細節 甚至不知道放什麼的話 你就是可以想一下說你吃這個的時候你會配什麼喝的 比如說是他或者是說飲料 然後可以放在他的邊邊 稍微有點關聯性的感覺 這就增加那個整個畫面的豐富感 蠻好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大家馬上就可以嘗試的東西 就是 嗯 但我覺得那個啊 器皿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 很多時候 對啊大家 很多食物攝影師家裡都是充滿了無限的盤子 就是要一直買 對 其實大家都以為 好像 拍攝器材很少 其實貴的都在 都在 都在 都當盤子 大家都在當盤子 對 當盤子買盤子 對 現在其實有 就是越來越多 跑去就是 那個 做食物造型的 對 食物造型 他們有些是負責 不只食物本身好看 就是還是要 可能有些會 收集旁邊需要的盜子 就是現在慢慢開始好像也有這種職業 嗯 這個是大家比較少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 人的話會有造型師 但其實食物在國外在拍攝的時候 也是會有另外一個職業 就是食物造型師 因為很多食物它 它不適合拍照 或者它拍起來不會像你想像的樣子 所以會用一些替代的 可能是特別的材質的東西 然後可以模擬出 就是長得像食物的那樣子的東西 我們想要再請你推薦一些 因為現在疫情大家不太能出去 可不可以推薦一些 就是你比較喜歡的 就是電影啊 或者是戲劇之類的作品 我本來想推薦電夏500 因為那是我最喜歡 但是一個造型 沒有沒有 我是貼在我個人臉書 所以沒關係 電夏500日我覺得很棒 對 那你為什麼會喜歡那一部電影 我是大學看的耶 然後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是因為 敘述的那個方式吸引到 因為它不是 它是跳 它是跳 跳序的 它為了讓觀眾明白 它還會特別 就是跳那個第幾天 就是兩個人 男女主角在一起的第幾天 發生什麼事給大家看 我覺得它把500日這個數字用得很不錯 讓你很清楚它在哪一個 就是感情上面哪個階段吧 全部看完之後 如果它是順序 就是順著講的話 其實可能就不會這麼有趣 可能會無聊一點點 因為你單程照順序講的話 可能就是很標準的戀愛的過程 可是因為它是用跳的 所以情緒好像有點一直來回奔跑的感覺 沒錯 我自己蠻喜歡的是類似這種小品類的電影 或是戲劇 另外我是想推薦那個《海上鋼琴詩》 這個也是非常經典的一部電影 對對對 就是看完 看完超惆悵的 我覺得《海上鋼琴詩》也是很值得可以分享一下 我也沒有看多次了 大概看了20次而已 真的嗎?你看了很多次耶 你還吐槽到這個嗎 沒有,我是在講看 沒有啦,我覺得那也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如果觀眾沒有看過的話 我也很推薦 最後我有一部 一定要幫他去推一下就是 那個《最愛總動員》 《How I Met Your Mother》那一部 《最愛總動員》 是不是比較少的 你可以介紹一下嗎? 好像跟那個《六人型》 應該是差不多同期的那個影子 然後也是在說五個 就是五個朋友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角色每一個人都 都刻畫的非常的就是 都有自己的特色 他要跟他的小孩說 他的年輕時候怎麼追到他們的媽媽的 然後他就是每一集的開頭都是在跟小孩說 就是在回顧說 他是跟他媽媽怎麼認識的呢 然後就會帶回以前 就是他們那個五個朋友一起 就是經歷過那些事情 然後網路上都會反風說 就是他就是講到後來 每次在他講這件事情講很久 講了好幾季的 然後都還沒有講到重點的那個人 他裡面有一些代表的那個道具 就是我也覺得還蠻特別 比如說像藍色法國號那些 黃色雨傘 我覺得其實有些東西 像你看電影或是看影集的時候 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裡面的一些配色 然後道具的就是他們 對他們的配色很重要 像你拍食物的時候也是 你的碗你的碗盤餐具那些 不只是說就是你在選的時候 是他的質感 另外配色就是整個畫面的配色 其實也會跟你整體的風格 就是有關係 比如說如果你是要整體是 同一個色調的話 就是比較和諧的感覺 那如果你想跳的話 就是可能會要用一些對比的顏色 就可能是你餐具跟食物對比 或是說你食物餐具跟你的底 你的底或是你的布是對比的這樣 所以其實多看這些戲劇 然後有的美術生技比較好的 其實可以幫助你 就是腦內有多一點的 reference 那當你自己在設計畫面的時候 你就會有 可以從可能某個電影的某個片段 找到一些靈感 然後來用在你的作品裡面 如果你光自己喜歡的風格是什麼 你可以每天就是上網抓你喜歡的照片 整個排在一起 對你今天可能抓人像 然後明天可能抓食物或是什麼 都沒有關係 然後你就是自己定一個時間 可能一個月之後 你去看你那些東西 你就會很明顯知道分類出來 就是你這個 你會被什麼東西吸引到 對對對 那就是可能是你喜歡的東西 那你的可能創作 就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調整 對啊 不管做什麼事 像是拍照 如果你不是拍自己喜歡的東西 其實真的會比較沒有動力去拍 真的要正視就是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就期待NK去跟人家 然後拍一些獅子的照片 跟我們分享 他們拍獅子的照片 聽說那裡是不是很容易被槍擊啊 對 要請你保鏢啦 你現在擔心這個還太早了 先等疫情結束之後 再思考這個問題吧 OK 好 那我們就謝謝NK今天跟我們連線 然後分享 我覺得分享很多東西 感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感謝剛剛前面四位 那個的分享 我覺得今天分享都還蠻有意義的啦 都提到了蠻多有趣的事情 嗯 而且每個都有講他的這個攝影的經過 你會更了解他的作品 為什麼會這樣拍 這樣的由來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看一個攝影師的作品 但是你不了解這個人 所以有時候你會不知道他是為什麼想這樣拍 或者是可能他這個照片你覺得好看 但是聽過他分享一些內容之後 你會覺得可能有別的意義在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都 嗯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也希望這個類型的訪談可以做更多 那 我們不是馬上叫做第二檔 對我們現在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馬上要接著第二檔 就是 反正在家也不會拍得更好 不是 反正出門也不會拍得更好 反正出門也不會拍得更好 怎麼知道把名字念對 我講錯了 我們永遠念不對名字 反正出門也不會拍得更好 所以呢 在這家的攝影 比賽 不算比賽啦 不算比賽 爭見 第二檔 對 第二檔 你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第二檔 要來徵求各位 而且壓在 你硬碟裡面生產的風景照 因為 都要到了2021年了 還是沒有辦法出國 對 這不一定出國啦 我覺得台灣也可以 台灣也可以 就是旅遊照 我覺得就是旅遊照 對 就是旅遊照 你不曾發表過的 或是 就是埋藏到硬碟 也懶得整理 也沒整理的 這時候是時候把它放出來的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不能 不曾發表 像我自己 因為 我最近 剛好也比較多時間 所以呢 我 在整理舊的硬碟 因為我硬碟其實有好好整理 大概從2015開始 然後2015以前的硬碟 其實就是已經不知道哪一顆是什麼 因為我後來都會歸檔都會編號 因為我有非常非常多顆硬碟 因為我弱檔全部都留著 然後我2011到2015之間的硬碟 是全部就是一坨在那裡 不知道誰是誰 所以我想說就趁這個機會 然後把每一個硬碟都標上 它是從幾月幾號 到幾月幾號的東西 然後呢就因為在整理這個東西 我順便就翻了一些舊的照片 然後呢就有些 以前覺得是廢片的東西 我現在看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就修了一些 重新修了一些當時的照片 那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突然可以讓幫自己回憶一下 可能2011啊2012 那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去過的地方 然後呢重新整理 用現在的眼光去看當時的作品 我覺得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修法也不太一樣 就我想請大家分享 分享一張 就是你回去翻你的舊照片 找到的照片 然後用你現在的想法去聊這樣照片 我覺得也可以分享一些故事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稍微聊一下 這樣照片是為什麼 當時會拍張照片 那時候的心境 那時候的想法 覺得應該會蠻有趣的 那我們一樣幫我們hashtag 反正出門也不會拍得更好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然後呢 我們就會幫你分享 也會分享在我們IG的線條上面 對 然後我們一樣會邀請 我們比較喜歡的作品 但錄一到 錄一期我們這個節目 對 那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選了幾張作品之後 我們會再跟你聯繫 如果你被我們選到的話 我們會再跟你聯繫 然後就會像今天的這個節目一樣 我們就會邀你 聊聊你的作品 不一定是那張照片 但是我覺得可以聊任何 就是你想要聊 跟攝影有關的東西 對 就這樣 掰掰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 你想要 你要安排這半 我想說如果 就是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的話 就是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如果對今天這個訪談 有什麼任何的建議的話 或是 你會特別想聽到 我們去問 每一個攝影師 什麼樣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都會 考慮到我們下一次的 加入我們下次的問題集 對對對 OK就這樣 謝謝囉 掰掰